第六次两个两会领导人正式会谈台北登场 陈云林与江炳坤签署海峡两个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并且互赠礼品 海协会海集会分别举行记者会 正义中强调明年会谈将重在保持两会制度化协商的稳定发展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会见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赖姓源 赖讯源高度评价两岸两会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正式签署 将给台湾民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如何解读两岸两会两年半来 达成了十四项协议的效益 布兰木专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江明新 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感谢 我是韩哲 今天晚间有我在福州和在台北演播室的住台观察员张磊 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张磊你好 韩哲你好 我是张磊 在台北驻东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晚上好 好的各位 节目一开始 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第六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 第六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 二十一号上午在台北原山饭店正式举行 双方对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的达成都做出了高度的肯定 并且期望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能够取得更多的共识 我们一起来关注东南卫视铸台记者许思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上午九点两岸两会领导人第六次会谈正式开始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首先表示 2009年到2010年 虽然世界经济环境不尽如人意 但两岸同胞联手创造了娇人的成就 两会协商是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互利双赢的重要途径 双方商谈并确认了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文本 协议主要包括传染病防治 医药品安全管理及研发 中医药研究与交流 集中药材安全管理和紧急救治等方面 海峡会董事长江炳坤表示 这项协议能切实维护两岸民众的健康权益 跟以前所签署的食品安全农产品检疫检验的协议 将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个安全网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两岸投保协议 双方都认为应该从保障两岸投资人利益出发 遵循通行惯例和做法体现两岸特色 陈云林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解决 双方如果能够在第七次的会谈上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 本次会谈中 双方还就大陆游客来台人数 开放自由行 以及增加直航班次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陈云林说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两会共签署了14项协议达成两项共识 协商的进度是空前的 江炳坤也感慨的表示 这14项协议是两岸互动的基础工程 更是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指标 只要我们以耐心来共同面对 以处理两岸间所有的事物 为两岸累积互信的基础 必定能够营造更多互利双赢的条件 那么两岸两会领导人今天也商定 在第七次陈将会的时候 像这个投资保障协议经合会的运作模式 以及两岸文化等相关议题呢 都将纳入讨论的范围 而两会也将不定期的召开会议 就已经签署的协议做出检讨与补充 东南卫视纪的水深游明东台北报道 经过一个上午的会谈 21号下午2点30分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和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随后陈云林和江炳坤互赠纪念品 巧的是双方又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雕塑 寄托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款款美意 我们一起来关注东南卫视铸台记者陈河南 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21号下午2点半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共同步入签署仪式现场 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后 两会领导人互赠礼品 海基会送给海协会的礼品是一款名为 奇心传畅和谐天外的陶土雕塑艺术品 象征两岸关系犹如和谐的天类之音 海协会送给海基会的礼品 则是一款名为好事连连的莲花雕塑 通过跟连麦村的莲花 象征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款款美意 和两岸不断取得的新成果 好事连连 随后陈云林与江炳坤同参加签署仪式的官吕人员 一同合影留念 并开箱 在刚刚结束的签署仪式上 两岸两会领导人所签署的是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那么这一项协议也是两岸两会领导人六次协商以来 所签署的第15项协议 那么这15项协议已经并将继续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多的福祉 那么在完成签署仪式之后 两岸两会将各自召开新闻记者会 对外进行说明本次的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 以上是东南卫视驻台记者陈河南周立从台北原山发回的报道 在签字仪式结束之后 海协会和海集会分别举行了记者会 带您去看看 在下午举行的海协会记者会上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公布了双方取得的共识成果 表示明年两会会谈重在保持两会制度化协商的稳定发展 尽快启动两岸文化科技教育等议题的协商 同意将两岸投保协议列为第七次会谈协商的议题 同意积极展开货物贸易贸易 中当解决经济合作等两岸经济合作宽价协议后续议题的协商 任何一项取得成果 都可以接约论两会会谈的议题 随后海集会也召开记者会 海集会董事长江炳坤表示 双方已就建立投资保障机制 提高投资相关规定的透明度 逐步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限制 促进投资便利化和筹建经合会等事项 充分交换意见取得一定进展 为了落实ECFA 后续议题的联系跟聪商 促商说他过去都已经进行多次交换 那么最近也是在密集的交换意见 将会尽快的宣布成立金融会 加速推动相关的工作 两岸两会领导人此前的历次会谈 签署了多项协议 下面我们要带您通过一组数据 来具体了解这些协议实施之后 所取得的良好效益 两年多来 两岸两会一共签署了14项协议 成果已逐渐展现 到今年11月底 大陆民众来台观光也达174万人次 创造了880亿元新台币的商机 两岸通行运送旅客超过758万人次 使两岸民众往来更加方便 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 两岸合作破获了25宗电信诈骗案件 和重大犯罪 逮捕了嫌犯1354人 好的下面马上带您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我们一起来听听台湾嘉宾 他们对此的观察 张磊时间交给你 好的汉哲 今天来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是 中国文化大学的江明星教授 江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江教授 今天的两岸两会领导人 是正式签署了 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这个成果被认为是 搭起了两岸人民的一个安全网 那么在您看来 这项协议会给台湾人民 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生活的品质除了能够生活下去以外 其实医药方面 确实让人生活品质变得更好 透过这次我们看到 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定签订之后 其实它真正的利多在于 两岸之间能够把医学的方面 尝试做更多的交流 台湾其实因为在这个方面 特别是西医方面包括心脏手术 或者是早期 台湾的卫生条件并不好的时候 像西肝鼻肝那个肝炎肝病 曾经请全导致力量在做处理 所以这方面经验其实相当的丰富 那这次这样签议这个协议之后 我是举其中之一 它能够让这个过去台湾的经验 能够进一步的把这个交流经验 给大陆许多民众来做分享 那当然台湾政府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商机 医生可以得到更多发挥的空间 那么将来其实药学药理方面 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发挥 同时相关的药厂 也可以得到更大的市场 那么进一步把这个大陆 有更多的中医的相关的尝试 和知识 和医学的专业知识 做更深度的交流 所以不论就整个一个经济层面 或者是卫生层面 乃至于整个生活品质层面 这三个层面来说其实都是相当大的力多 好的 那么今天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也表示 两岸两会在恢复制度化协商的两年半里面 是共同签订了14项协议 那么可以说是进度空前 那么海基会的董事长江炳昆也表示 两年半14项协议 是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指标 那么您怎么样解读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那么我们看到两年半14项协议 这代表说我们过去交流了 从过去的浮光略映 从点到面 从面到制度化 这属于一种杂根式的交流 我认识对两岸的民众来说 这种互动跟交流 不仅只是出自于彼此的善意而已 它透过制度化的深化 让这个交流更加有保障 让两岸民众之间彼此的情感 在制度化的保障之下 加深了彼此的信任 信任这两次 对于未来两岸的更进步的发展来说 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所在 那么今天的两会领导人也商定 在下一次会谈的时候 比如说投资保障协议 经合会的运作 以及文化合作方面的议题 也都将纳入讨论的范围 那么展望第七次的会谈 你有什么期许 我认为其实就是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了 很多时候双方面的彼此的协商 他还有许多后续的工作去完成 所以我们经常说贪多脚不烂 你一次把很多的这个协议都加进来 其实还不一定能够消化得了 所以我觉得按部就班 那我们看到彼此下一次在第七次当中 谈到所有的投资保障协议 台商或者是大陆朋友到台湾来投资 其实设计成本相当的广 个人对个人 个人对政府 个人对企业 他层面很多 方方面面 其实他设计的这个项目也很多 所以需要更细部的去研拟 我觉得只有当这个双方把前置作业 做得更好了 凡事欲责利 不欲责费 做得更完整的处理完以后 透过经合会的方式 双方在一个经常性的制度架构之下 来做一个互动跟交流 但他的成果呢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完成保障 谢谢江大叔今天精彩的分析 向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好的 谢谢江明星教授在台北演播室的点评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海协会会长陈于林会见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 负责人赖姓源 赖姓源高度评价两岸两会 第六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 取得实质成果 引起台港媒体的高度关注 好各位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21号下午在签署完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之后 海协会会长陈于林与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赖姓源举行了会谈 陈于林表示两岸目前的经贸交流空前的活跃而地方交流也十分的蓬勃 赖姓源则用一首闽南语歌曲来形容两岸两会制度化协商 让两岸人民共享协议带来的好处 时隔一年 陈于林赖姓源再度相会台北 陈于林首先以中华民族耳熟能详的一句词 高山流水会之音形容当前两岸热路的交流 称双方的合作主要体现经贸合作 地方互访及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三大方面 而21号下午签署的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更关乎民生根本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 陈于林赖姓源表示 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是目前签署的15项协议中条文最多的 他对两会在短暂的时间内达成共识表示钦佩 过程艰辛 成果更为可贵 就是两岸医药正如一首闽南老歌所唱的 只要认真就能出头天 那这个就好比我们的六次的江城会谈 签署了数项协议达成的一项共识 那在双方的认真努力底下 我们看到协议的这个 这个效益成果逐渐的浮现出来 那么在会谈中 陈于林也祝愿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越走越宽广 而赖姓源则表示说 根据调查目前有近八成的这个台湾民众 他们是支持两岸会的制度性协商 那他也相信两岸人民能够在这个协商中能够互相的了解 那他对于两岸的永久和平也是充满了信心 东南卫世界水星吴明东台北报道 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进入今日链接 一起来了解今天台湾平面媒体 对于此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张磊 好的汉哲 国台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表示 两岸的投资保障协议将于明年的上半年签署 这个消息呢 今天是上了台湾旺报的头版头条 而旺报呢 还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细节 王毅之前的讲话 是说呢 希望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将于明年上半年签成 但是昨天呢 王毅是把这个希望改成了僵字 这一字之刹就显示出大陆对于签署两岸投保协议的积极态度和推动的信念 好 来看今天的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海协会的会长陈云林昨天表示 明年是大陆第12个五年经济规划的第一年 两岸应该要加大经济合作交流的规模和力度 经济日报的解读是 这是陈云林首度公开邀请台湾方面 共同参与十二五规划 为两岸的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 可以说 陈会长的这个邀请话音未落 马上就有台商出来积极响应 来看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 台湾的大企业远东新世纪股份有限公司 昨天呢 是宣布于大陆中世化旗下的宜征化线公司进行合资计划 初步的这个投资金额呢 达到了38亿的人民币 新厂将建在扬州化学工业园区 远东新表示 看好未来化线业在大陆发展的潜力 远东新是台湾巨制化线业的龙头企业 而中世化旗下的宜征呢 是大陆第二大的巨制制造商 这次强强合作 势必为两岸化线业的明天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说完化线 我们再来看两岸金融业的合作 也将迈入新的一页 今天的这个中国时报 台湾将有五家银行呢 在大陆设立分行 最早的一家就是台湾的第一银行 它的上海分行将在后天 也就是23号正式开业 而其他四家台湾银行的大陆分行 也将在年底前陆续开业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一些重点关注和报道 现在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张磊带给我们台湾平面媒体的相关评论 第六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在台北举行签署的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攸关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因此也是备受香港各界的关注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香港媒体是如何报道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的 香港各大报纸电视台都关注了第六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 纷纷在重要版面及时段 对两会领导人在台北的会谈情况 以及所签署的协议进行了大天赋的报道 香港明报 苹果日报 以及文汇报等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其中香港大公报关注了国台办主任王毅的发言 王毅表示 两岸两会已经进入机制化商谈阶段 两会协商要适应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局面 更好的发挥功能 香港文汇报则是关注了陈云林昨天的致辞 文章写道 第六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签署的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关系两岸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充分反映了两会的公益价值和人文关怀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 海峡新感谢 刚刚签署的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将如何为两岸人民健康把关 本栏目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谢玉 和台湾药理学专家安怀宗博士 为您带来读一下观察 福建台资审所看好两岸签署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小视内容稍后为您送上 欢迎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后ECFA时代 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在台北顺利举行 并且签署了专业性很强的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那么它将如何为两岸人民的健康把关呢 就此东南卫视著北京记者叶钦林 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谢玉 和台湾药理学专家潘怀宗博士 那么昨天陈云林会长在抵达台北 发表讲话的时候 表示大陆方面是非常看重 今天签署的这个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因为它关系到两岸同胞的生命安全跟身体健康 今天我们在北京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他们也表示这个协议的顺利签署 一方面是目前两岸要加强医药卫生合作的 这个紧迫性跟重要性 另外一方面也充分的体现 两岸两会在协商过程当中 道路方面始终关切台湾民众的 实际切身利益和迫切的要求 陈云林会长到台湾的时候 他说我们非常看重这个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那么他对台湾同胞和两岸的这种 民众的这个健康生命 都是有非常急迫性和紧迫性 你怎么理解他这个讲 我们看到的他所列的四个 这样一个重点的议题 实际上都关系到两岸民众的 在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这个切身的利益 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两岸传染病防治 还有像那个重大紧急救援 像这种东西实际上 现在两岸的交流这么大的规模 每年晚来两岸的民众 都是几百万的这样一个人次的规模 两岸民众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交流 对我他肯定在两岸之间 是有一个客观的流动的 所以在这些部分实际上是西药两岸的 卫生和这个公共的这个医疗部门 来共同处理和应对的 他说你好 就是这个协议呢 我们从普通老百姓讲是 他跟他利益很切实 但是呢又是相当的专业 那他对台湾同胞来讲 这个协议的签署 他最带来的最实际的利益在哪里 如果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两岸 医药卫生的合作协议呢 能够能够大家做一个资讯的交流 疾病的管控呢 那对于疫情的控制就非常的重要 我想最有名的例子呢 就是在2002年底的这时候 这SARS啊 当时两岸的关系啊 非常的紧张啊 所以因此呢 疫情交流的讯息不够明确 所以台湾承受了一个很惨痛的代价 就是说呢 SARS造成台湾的一个经济的消退啊 人民的恐慌 但是到了2009年啊 新型H1N1 就假型流感 因为当时两岸已经非常的和平 而且由于这个江城会呢 经常陈江会经常的这个开啊 所以因此当时的疫情交流就顺利的很多 就那时候台湾就受惠很大 所以我们认为说有关这个紧急医疗 跟这个所谓tripping防治的部分呢 那么对台湾的民众的这个切身的利益 是非常重要的 对 针对刚签署的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东南卫视记者也是走访了 在福建福州的台资牙科诊所 业者认为 该协议的签署能够推动双方在新药研发 以及临床试验的合作 进一步为两岸民众营造健康安心的环境 位于福州的德康牙科口腔诊所 开办于2009年 创办人黄伟俊把台湾的医疗经验 医疗管理带到了福州 诊所生意不错 广受台商及福州市民的欢迎 谈到两岸签署海峡两岸医疗卫生合作协议 黄先生自然赞不绝口 从整体上这个医疗卫生的合作 跟事业的发展机制 都提供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平台 如果透过协议 能够建立一个紧急救援的一个机制 能够施以最适当紧急的一个救治 那么这将是两岸人民最大的福祉 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无论是新药医疗器械的研究合作 还是台湾资本进入大陆新办医疗机构 都将有利于大陆医药行业的良性竞争 两岸在医疗上很多临床资料趋向一致 如果能联合研究共享资料 将造福两岸人民 好的各位 我们要再带您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张磊你在台北 今天还观察到其他的讯息 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的吗 好的 明天上午 陈云林会长将率海协会代表团参访台北花博 然后搭机返回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的欢迎晚宴 有一个特别的插曲 那就是晚宴的菜单 包含了一首藏头诗 12道菜名的第一个字串联起来 就是台北花博迎兵 两会协商为民 这种风雅别致的邀请 令欢迎晚宴是兵主尽欢 也让明天应邀参访台北花博的陈云林会长一行 提前感受到了繁华四景般的热情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韩哲 好的 谢谢张磊来自台北演播室的报道 各位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所有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明天晚间十点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